大家好,我是超火茶人 今天呢,就是供大家所求 我就要拍一个夏天的Must-Camp的video 因为呢,其实马来西亚就是 基本上是夏天,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强 不过呢,像群星的节约班 或者是我们会有多个一场 或者说,超火图你夏天 为什么你的照片给拍到什么 有什么必须要拜单品 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去夏天的去 因为我刚从日本的夏天 来不回来,然后有一些 细节,还有就是单品上的选择 就一定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非常喜欢 鞋带,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喜欢鞋带 这个USB的颗呢 什么叫USB的颗呢? 因为夏天呢,我很容易留他 然后有看到的话,我发型 然后我喜欢绑钱 但是,我会留这种所谓的 旁边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像沾染的那种 那种感觉 然后我都会先上去 不过呢 或是每个地方都有打 table 或是擦都没有擦 所以我就会 我那时候去韩国 对,我去韩国 我就叫韩宝白的 这个小小的学生 style 就是,它其实是擦上去 然后,它可以擦头 然后,我现在可以擦你的power bag 然后,你就等超过一两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捡你的头发 就好像,你比如画的它变质了 你还可以上去 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很美 然后,夏天 我们就竟然是游几少穿几少 像我非常喜欢 就是,这种路肩的设计的衣服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 到底里面怎么穿,怎么打 怎么看起来这么舒服 那整天下来的话 其实我根本就是单穿一种内衣 就是,现在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无间带 然后,还是外衣的 所谓的外衣就是 没有钢圈的内衣 像这个内衣呢 我觉得它非常好的 一个特点就是 它除了 体重该推的肉头 推进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后面的设计呢 其实它没有那个 Label 出来 所以,你穿 穿这种EI 也不用特地去担心 它的后面的那个牌出来 然后,它重点是 就像你比如看哪一整天 之下它不会掉 而且,它其实是可以 自己去穿长衫 但不够呢 我喜欢就是直接这样穿 所以,我去旅行七天 然后,我带差不多 五件准备 每一天穿 它有黑色白色 这样子 然后,我都非常 喜欢 坚持 好像整天 它都没有掉 所以,我非常推 而且,重点上 非常舒服 因为它身体感觉 你们有follow我的story啊 我会问一下 从不喜欢你的眼线 很像从来 没有孕染过 所以呢,有四样 但是,我们平时会 比如说去用我们的眼线 就是,以上的这个照片 特别就是 Majolita Majolita的 Liner 然后,WLED的 Real Fit Eyeliner 然后,还有这个呢 是我手上 我这次来 这里所带的唯一一个 Eyeliner叫做 Mote Liner Brow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 VUP的Eyeliner 它们分别呢 都是 日本现在非常畅销的Eyeliner 只不过呢 有一些人 比较适合 像,比较熟练的人 像我们 就是,其实大多数的Eyeliner 我们都可以教育 如果像初学者的话呢 我建议你们可以先 Try Majolita Eyeliner 跟Mote Liner Brow 然后,第二阶段呢 你们就可以Try 这个Mote Liner Brow 所以呢,拥有一个 Perfect Eyeliner 夏天 即使去旅行 你从长度到晚 你的眼线 都不会没有 像夏天的话 我的妆容 会属于 比较亮色系 然后,还有 比较属于 more bright 然后,比较 让人家觉得 诶,就是有一个 全新,比较亮眼的妆 我的Shyl 还有唇彩 还有Lipsing 我会选择 比较属于 偏 亮橘红色的系列 像这个 Wiresail的 呃 唇彩 它是 420号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 很亮色的红色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的亮的话 其实 也可以 这个是手头上 最新的 Orgasm的Lipsing 然后,它其实就是 纯粹 下一个 力包 不过你查起来 就是有那种 珠光 然后,有它们 这个色号是它们 这个品牌 就是最有限的色号 也是夏天 给你 有什么 就有些要查起来 看有一看 别人的颜色 第一个 就是所谓的防晒膏 像我有分享过 蛮多类型的防晒膏 但是 唯一一款 就是我不会一直 会购在谷歌 而且非常推荐 是因为我本身呢 是喜欢 没有上进妆的妆 所以我在 防晒膏的选择上呢 我都喜欢用有提亮的效果 就是brighten up 我的Skin Tune的 爽晒膏 像我自己本身 就分享了两三年 就是这个 Magic Glow 虽然它的价钱 一般的 像drug store的话 有点不一样 这个比较属于这样 中的 赖种 所谓的 防晒感 因为它是 物理性的防晒感 所以我查上去之后 可以得到 像护士除了防晒之外 还有像护士 除了防晒之外 还有像护士的 防晒面的地方 就是让你的整个 脸的样子 可以提升到 一两个色号 然后可以维持一整 然后一个非常需要 就是保湿 像我夏天之类的 我 我不会用美白的面膜 我不会注重 保湿 还有所谓的 shooting的面膜 然后我手头上的 这些面膜 就是 撞钩 就是讲 保湿 像一整天在外国很晒的话 然后也不会很贵的系列 所以那 这些都是我喜欢 像我 敷面膜的技巧 就是如果我是 去旅行 每一天都拍照的话 其实我每一天 都会敷面膜 很多人就会问说 你来敷面膜 你也不会找一些有的美膜 其实你敷面膜 不超过二十分钟的话 然后做好老师 其实每天敷面膜 也不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就是 不要放太久 因为你放太久的话 其实那个 披露灯 我们会吸取 像原本已经摄取的美膜 所以就是 最好的 每天敷面膜 大概的时间是 十五分钟 大多十五分钟 另外一个胆评 就是 我时常搭配 像这些照片 我都会 带一个就是 是我一个 墨镜 但是呢 因为夏天的话 我不喜欢戴那种 非常大的墨镜 现有型的墨镜 就是 属于种类型 就是有点像 戴的朋友 戴过很 很适合来拍照的装饰 然后它其实就是 戴在你的鼻子 鼻子 下去做 但是你拍照就 很秋 你知道很秋 这个 这是其中之一 我很喜欢 直接 动物了 然后第二种 就是我喜欢 现有型做 混色啊 黄色的 然后呢 我们平时带完 没有这样拍照 因为我们觉得很秋 我们喜欢这样拿下来 看到 看不到 带的影片 但是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夏天的版 然后 或者是你喜欢 比较 时尚感觉 可以选的 这种比较粗狂 像这三 Ladies 都是属于 现在夏天非常流行 2008年的版 夏天 不可缺 有的帽子 像我选择到 你知道我不喜欢 就是选版 帽子 我喜欢有各种 remen 或者有一些 雕塑 这样带起来的 其实选越大的 里面 你的头就越看起来小 或者如果你喜欢 韩兴的话 你可以戴这种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有不同的搭配 整个服装 看起来就是有不同的 夏天的夏天 出了 帽子的话呢 另外一个就是 宝宝 像宝宝的话 你们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每次看到 我拿这种 非常 非常药丽的宝宝 其实这种包包呢 大概就是 让大家拍到前面 其实我觉得呢 像我拍到的话 我会拿中 但是我真的要放很久 我会拿中 因为它其实里面 真的是可以 装到蛮多近 可是我刚刚提到 那种 USB的 或是 lipstick 我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像这个手拿包呢 就是非常有 夏天的味道 然后我就放一些 重要的文件 钱包 然后再来就是 buffin 帽子呢 就到包包 就是手拿 然后再下面 下去的话 就是所谓的鞋子 然后可以新装的单品 就是跟刚刚的 包子 还有包包 有一点点的搭配的感觉 就是我像上次 你看我这张照片 就是我 有每天穿的就是这一张 我非常爱的巧克力色的单品 然后它的夏天的元素呢 就在于这个 呃 有一点 有一点 罗马的感觉 的罗马之鞋 然后我喜欢巧克力色系 因为我那时候 呃 夏天我穿的色系 都是属于那种 墨黄色啦 然后比较鲜变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搭配黑色的话 就有一点点 呃 挑吞 所以我们都搭配巧克力色 就是一鞋在手 搭配这样 就是这个鞋啦 然后过后呢 像这一个鞋 过后呢 有一种 就是这一种一定 有包包 有素质感觉 然后也是非常舒服的平底鞋 然后你看 就是它有做 非常编织的那种 编织的那种 编织的那种 就整个很夏天 Next呢就是 因为我们来说 就是夏天啊 我就会穿的比较少 所以呢 所以呢很多的元素呢 都在于我的配件 accessory 包括眼镜啊 然后手啊 包包啊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耳环 像耳环的话呢 我喜欢就是 有一些装饰效果的话 就是平时啊 我会搭这种 比较有一点点 画的眼睛的效果 像我如果 变大一点的话 我就会觉得 诶 你的笑话是很少的 所以当我搭配了整个 整个人就觉得亮眼了起来 所以耳环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配件 咯 然后在下面 让我分享 你的所有元素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学会的话 请在影片下 告诉我哪一个 夏天的当品是 你的抹茶 然后我就会 随心在我的 所有的 comment那边抽 你会心意而得到 我的秘密的 第一回奖品 然后你们快点订阅吧 然后让我知道 像你们 下面影片 想要看怎么样的 我用一个 topic online 拍给大家看 谢谢你们 bye